有人啊,外面有人啊 啦啦啦,算了今天,算了今天呢 還有五天,開始倒數了 其實呢,這個星期呢,我就已經開始 實行這個 體重管理計劃啊 因為實在太胖了,吃到自己 我已經呢,早幾天就開始叫酒店呢 暫停供應我的一日三餐 早五晚餐 跟著呢,我就會用這個 絕景求生的 就在房裡面所有的食物 就支持我,剩下的日子 現在呢,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有什麼食物在這裡 究竟熬不熬得到這幾天呢? 那現在呢,就星期四啊 那呢,剛剛中午時間還沒吃午飯的 就是說,我還有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四,五,六,日,一 星期二就走了 即是還有五日,五日的 一日三餐,即是四日半 那呢,我們現在有什麼呢? 大家看到這裡呢 全部都是這些維他飲品 這些維他飲品呢,大部分都是酒店 之前呢,每日三餐 每一餐都有一盒的 那這幾包不是啦 這幾包老友寄送的 送過來的 那這個物精就不是的 是姨媽的 那飲品就很多了 因為基本上我都沒有什麼 怎麼喝,很少喝 那接著有我的可樂 可樂 一罐沒有問題 有一瓶咖啡 有瓶咖啡 這裡還有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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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留了一盒 那些肉骨茶和那些 那些肉骨茶不可以的 那些送禮的 那些榴槤呢 只是一個盒子 那盒子只是用來拍片的 帶不到榴槤過來的 不用擔心 那還有這個舊街場咖啡 這個蔥的 還有一堆在這裡 還有幾包 一包一包 一包一包 然後一餐 這裡呢 這裡有個即食的 還可以拿一餐 有些 百力枝 這些零食的 這些呢 就當成下午的 我將會 那這些水果 水果呢 我吃了很多米 蘋果 很少吃 那些辣椒醬 辣椒醬 點綴一下 這裡可以當一餐 這裡呢 糖水 這裡有兩包 這些這樣的 那這裡有當半餐 那有些咖哩 牛肉 這些可以煮熱 用來倒進麵裡 那今早早餐呢 我吃了兩粒這些 那這些蛋呢 可以倒進水鍋裡 倒進水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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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當半份早餐 然後有罐頭 罐頭呢 就可以倒進水鍋裡 這些很方便的 這些呢 平時煮水 煮水的時候 倒進去 真的很方便 煮水的時候 倒進去 一餐 又有五餐肉 那這套呢 頂不頂到四天呢 好像零食多了 未必頂到四天 但是要想辦法 想辦法 好好管理 我現在要 絕境求生技 現在就要當自己 啊 還有啊 好像飲品比較多 就可以 在清熱後 那喝的東西 好像多於吃的東西 真的 但是不要緊 人呢 有水喝呢 就可以生存的 跟著加上有些甜的 糖分呢 也可以幫助 幫助 人生存的 不可以完全沒有糖分的 啊 不知道DJ太那邊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其實DJ太 她也是在隔壁中的 她也是在家裡 沒有出街 整個禮拜了 偶爾出去買東西 只不過我呢 就連出去買東西都沒有啦 但是就有朋友供應 買東西上來給我啦 好啦 開餐了 我要吃飯了 肚餓 正所謂 敵不動 你不動 敵動呢 就你動啊 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總之有得吃就吃啦 吃完這幾天 應該夠吃吧 不夠吃才算啦 不夠吃都不會死人的 最緊要 身體健康啊 好啦 出關有什麼大計啊 啊 我先吃東西了 啊 不知道DJ太她在吃什麼呢 不知道DJ太今天搞什麼呢 這把東西不搞的 啊 現在吃東西真的方便 但是現在人類呢 真的吃東西吃得太多了 啊 早幾天才看聯合國說 北極的雪 那些冰啊 有機會溶完 但是跟著說那個什麼氣候 氣候影響啊 1.5度啊 不知道多少年之內就會 來了 很快的日子 所以我們人類呢 真的要好好珍惜 這個地球 有沒有辦法救回地球呢 都不知道現在這一刻 都不知道現在這一刻 唉 但是 條命還在這裏 就要 想辦法好好地過每一天 千萬不要放棄 一放棄什麼都沒有 不放棄呢 還有機會 每一天都要想辦法 開開心心歌的 嗯 接著就算 很棒 哇 有支飲桶的 真的讓你喝的 那隻是筷子來的 距離出冊的日子呢 越來越近了 出去了 很多朋友問 出去了之後 第一件事想做什麼 想吃什麼 但是呢 因為我一出去呢 跟著住那間酒店呢 在天后的 以前呢 在天后呢 圍園那裏上堂呢 整天呢 有空就去吃 魚蛋呀 燒賣呀 腸粉那裏 這個其中一件 我很想吃的 那些香港街頭美食 那呢 但是呢 我發覺呢 回到香港之後 我們差不多一年多 一年多 沒有回來啦 看看那個外賣那個 menu上網 在酒店按按按按 沒有東西做 發覺很多東西都不同了 我現在人就在香港 過了十幾天了 但是其實我真的 完全沒有搭足過 香港那個土地的 又離開那個機場呢 就搭上那個旅遊巴 搭到那個旅遊巴 就已經入了酒店了 所以未正式可以親吻到 香港的土地 那我的 記憶 去找美食呢 魚蛋燒賣腸粉啦 串串貢的串燒啦 夜晚那些啦 旺角肥媽那個滷水啦 旺角那個椰子汁啦 或者深水埔那個燒鵝啦 南記 酸辣米蒜啦 小鍋酸辣米蒜啦 香港的糯米雞 和蝦餃燒賣 山中牛肉啊 鵪鶉蛋燒賣 這個我最喜歡吃的啦 這些都是我心目中 在我記憶裏面 在我的美國裏面 的美食 但是究竟現在 香港新的美食 的分佈是怎樣呢 接下來呢 DJ哥呢 就好想好想呢 去運香港十八區 每個區都要踩踩踩踩踩下去 踩下去 找不同的美食 但是 真是要好需要大家 幫手啦 這次 大家香港的朋友啊 真是可以的 推介一下什麼美食 給DJ哥 DJ哥呢 又借這個頻道 又推介一下給 香港其他朋友啦 或者是外國的 華人朋友 講廣東話的朋友 香港朋友看完這個 這個片呢 一定要告訴你們的 原來在外面的世界呢 都有很多講廣東話的朋友的 跟我們一樣的 那呢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呢 將這些美食啊 推介給他們 就引他們來 將來開關呢 就引他們來這裡 吃好東西啊 OK 快的啦快的啦 還有幾天而已 還有幾天出關的啦 那大家呢 記得啦 下面留言 告訴我 究竟有什麼好東西吃 有什麼值得推介的 我們這些離開了一年多 很不熟悉的 對這個地方的人啊 OK 我又吃東西來的 我現在努力減肥啊 這個星期 減完呢 出去又砌過了 不要 又或者這樣說啦 反過來 我認識的馬來西亞的朋友的觀眾 講廣東話的觀眾 或者懂得聽的那些 你們又想看看香港有什麼美食有什麼好東西呢 又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就努力去搜羅 又或者再這樣說 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觀眾 最近馬來西亞食品應該都很多去了香港的 我知道 有朋友跟我說 你們又想吃什麼馬來西亞的東西呢 或者你們又想了解多些馬來西亞有什麼好東西吃呢 又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一起努力 找美食 有明天 幾張 在這裡 每個月都在一邊吃 我們應該會進去的 我們應該進去的